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式晚年新闻 我是林依儒 台湾在今天又新增了8例 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首先要听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其中一例本土病例案103 它就是案59之前到希腊游玩 返台高中生的同班同学 那么这位确诊的同学 是坐在这个案59的斜前方 那么同一所学校 现在有两个人确诊 也已经达到了全校停课14天的标准 成为了全台湾第一个停课的学校 103案算是我们居家隔离的案 它是跟59案 是它一起的同班的同学 日前北部一名高中生希腊回国后确诊 同班同学也中招 一所学校两人确诊 全校上线学生停课14天 从两名学生与所有师生接触的 最后日期3月13日开始计算 一路停到27号 停课期间 三校方启动线上学习 分为50%线上教学 跟50%学生自主线上学习 线上的这些课程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 学生确实可以有自主的学习 全国首期学校停课 民众也担心两名学生座位到底静不静 确实是坐在很靠近的地方 在1034在案59的前面的旁边 指揮中心表示这回确诊的案103 座位就在案59的斜前方 两人座位很接近 也会针对两人周围的五名学生在座筛检 而听个碰上高三学生真事 招联会早有预备 没有需要检疫 需要居家隔离或确诊的这些学生 依照正常的方式来参加第二阶段各项的面试 居家检疫等不能出门学生有面试需求 一般校系会把面试比试等成绩均谈到学策书审 并用外加名额录取 若要真实牙抑系则要申请外出后 打防疫车队再隔离市场考试 疫情蔓延校园应变SOP随时启动 尽量把对学生影响降到最低 接下来这种报道